我和我的祖国 一个也不能分割 现在我们看到孟晚舟女士 已经来到机舱门口 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 她今天也是穿了一身红色的服装 现场我们听到很多的人嘛 在高声的欢呼欢迎回家 欢迎回家 孟晚舟女士正步下旋踢 而这次中国从加拿大大去 也陪同孟晚舟女士 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向孟晚舟女士 见上了一大堆的变化 同样是我们贵 又一位工作人员 碰上了一口玫瑰瓜 但我在现场也了解到 这是前来迎接的孟晚舟女士的先生 送给她 那么今天在现场迎接的 来自广东省 生电室的领导同事 以及外交部 相关私局的所得体制 还有华为公司的福德人 以及孟晚舟女士的先生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留出一首残歌 我隔着每一座高山 我隔着每一条河 才能椀次 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